看到這關於是桃園市長選戰 有像林志堅深陷到他的論文抄襲 爭議跟他的政績 就是新竹棒球場問題很多 迎來是他整個選戰的最大危機 我們來看到是現在他的對手 就是民眾黨的市長參選人賴湘林 他就認為現在是林志堅 他的華麗包裝被撕破之後 留下的是他不堪的內在 都暴露在外了 而且他只能是死死抱著 鄭文燦大腿 他認為現在林志堅 跟個人的論文說明靠是鄭運鵬 而黨內提名靠蔡總統 那現在選舉卻是靠鄭文燦 所以他幫鄭文燦是抱不平 認為說他的八年執政 本來以為是所託有人 但是沒想到是所託非人 是來了一個媽寶 那我們再看到這是林志堅 他的初級就是他推出 他的競選主視覺 是請這個金曲獎設計師 聶永禎跟勳姬來操刀的 而且他說這是象徵 每個箭頭都有不同的色彩 就代表是桃園市包容多元的城市 但是這個形象 這個視覺卻被藍營藉機來說 很像是論文案的聯想 說是這個複製貼上 我們看到是設計師本人 就出面的反擊 說這個是完全希望藍營可以尊重專業 尊重美學 停止霸凌跟停止污蔑行為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